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他为什么收购肯德基呢 咱们先看看第一张图片 你瞧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请看马云当年的《易苦思甜》 来 咱们看一下 我去应聘过很多工作 很多公司几乎全被拒绝掉 我去肯德基应聘做一个助理 经理助理也被拒绝掉 而且经理的头 那个助理还是你们台湾来的 小心啊 台湾人 我去应聘真的招了很多工作找不到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假如谁给我一个小小的机会 去做从事这工作 我都会认真 大仇得报 是吧 不是 叶坛给我们讲讲正版的消息 是这样子 正版的消息呢 就跟这个传奇故事小目标不太一样 传奇故事基本上都是门人想出来的 就是他现在把百胜中国剥离出来 然后呢 他刚好一直要出售他的股权 这个时候有两个资金就进去了 其中包括马云这一部分 然后各自持股好像是50%左右 就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几十亿吧 这个是 这就变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并购的一个case 但是呢 对于马云来说呢 像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投资 其实是挺多的 马云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又一个小目标 所以对于马云来说 我觉得这个只是他的宣传口径而已 真的当不得真 他现在怎么还会把这点钱太放在心上 我觉得不能太当真 那个百胜中国的是两个公司 一个是马云的那个叫蚂蚁什么 蚂蚁金服 另外一个叫春华 对 还有个人叫胡祖六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 以前高胜 那个春华呢 其实他买的是四点几亿美金啊 四点几亿美金 四点几亿美金 马云那个公司只有五千多万 五千多万美元 换句话说 百分之八十几的钱是那个春华的 我来北京之前 刚刚跟春华的一个独立董事一起吃饭 最近也有点融资的 对啊 人家北大的 人家北大的 他们的公司其实是主要的分 就是买这个 但是呢 谁都在说马云 这个就是名人效应 就是说虽然出的钱 买这个百胜的中欧公司的 百分之八十的钱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马云的公司只有百分之二十 但是他参与了那个支付宝什么的运用 但是大家都说买云 马云买了这个这个公司 就是名人效应 我看到正版的就说 也不能说他买了肯德基 好像只占百分之几啊 百分之五左右的这个股份呢 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 他是把百胜中国这一块买下来的 而不是百胜集团 百胜集团品牌很多的 百胜中国就包括中国地区的部分的餐饮 什么东方祭白啊 什么肯德基啊 中国区啊 那有一个数字说 他占到百分之四点几到五点几之间的 指的是占哪个盘子里的百分之四点几到五点几 那大概是指整个百胜 因为百胜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餐饮集团 那么百胜中国现在已经很大了 它是全球最大的部分 据说是在中国的肯德基呢 比在美国的肯德基更赚钱 而且分店也更多 中国有七千多家 那我刚刚听说啊 美国五千多家 而且呢美国在不赚钱 中国才赚钱 虽然有小粉红抵制 还那么赚钱 所以他买的是应该是 照刚才这个讲法 他大概占了中国百胜的百分之二十 换句话 占全世界百胜的 你看这个报道讲 马云的投资额仅为五千万美元 获得百胜中国的股权 在百分之四点三到百分之五点九之间 所以这个没错 就是说它是百胜中国的股权 它是四点三到五点九之间 但是呢 它应该还有其他的条款 比如说百胜中国这七千多家 比如说肯德基店 要用支付宝啊 要怎么合作啊 这一块肯定是有的 因为它总数是四点几亿嘛 那它如果五千万也不止百分之四点几 至少也百分之十几 但总归它是占了一个小数 但是大家都关注马云 对 就是还传出段子来说 马云在办公室让秘书给他买个肯德基鸡腿去 结果秘书说买好了 4.6亿 你刷一下 然后他说买中南海 对吧 对对对 他要坏了 叫点谁回了 我让他去买一盒中南海 就是你看啊 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我们就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是说以后小粉红抗议到哪去抗议啊 就是 小粉红为什么抗议啊 因为他要抗议这个美 抗议这个抗议的事情以后 不是南海吗 对 南海后来不是他们就爱国吗 就就就就就 他们没有杂吧 就是叫大家不要去 在门口堵着 堵 肯塔基 小粉红要善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啊 中国人买了 这养五国威 那时候还没买啊 那时候没买下来 还是白身中国的 然后让大家不要吃肯德基 其实说起来 肯德基中国的产业链上 包括鸡块也好 包括薯条也好 都是国产的东西 所以你这边抵制了肯德基 把中国的农民给抵制掉了 知道吗 人家好不容易种了这个马铃薯出来 洋芋出来 然后你说 一把 没了 这件事情是个谜 我都搞不清楚 那真肯德基的这个食材 都是中国土产的 当然你 我一直以为是从美国什么 飞机运过来的 不是不是 不是啊 那就不是这个价了 文老同事 那我加入小粉红 一个应该抵制啊 就是我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很不放心的 反动 你这是怎么了 太反动了 对啊 这个毒化的土地和河流 出产的东西能放心吗 所以说呀 但是你也得给中国农民一条活路啊 他们也得给我们一条活路 活路啊 那个瘦肉精啊 打了多少了 估计呢 他这种鸡肉呢 虽然在中国生产 但是方法是照着他那些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他的标准是同一 就是在一个笼子里 到长到后来就是 肉跟那个旁边的铁丝全 全合在一起 这个鸡是这样长大的 对不对 我们以前以前讨论 甚至那个时候 肯德基不是还屁过窑吗 那个时候恐怖的 说是他弄出一种肉 就是养出来的就是鸡肉 他等于是养的肉 说几条腿 你有没有科学常识啊 说肯德基的鸡有几条腿 对不对 几个翅膀 那时候说 这不可能 但有一点就是说 他的培育啊 确实是素身型的 本来我们养鸡养一年 然后他养半年 现在养那么几个月 然后甚至我怀疑以后会更短 然后出来就能吃了 那个东西是很可怕 所以不用小粉红 这世界卫生组织都不建议 你吃这种食品吗 对 对吧 但是咱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 叶谭最近呢 我就发现这个 中国这个马云呢 王健林呢 他们怎么讲一句话 就弄得全国骚动 有这么一个现象 是吧 而且他们讲的这个话呢 本质上还不是像巴菲特 或者比尔盖茨 讲个什么话 你比如我们通常记住的 巴菲特的呢 是对我们确实有励志作用的 一些投资之道 是吧 他的名言 对吧 但是我在中国 我觉得被戏学化了 就是 王这种 也有励志作用啊 我觉得最近他们两句 都挺有励志 因为小项目啊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小目标 对 一个小目标 来到一个亿 然后 坑塔基呢 我去应聘没成功 对 那现在教秘书 把他买了 就是这么 你看 好励志哦 对 好励志哦 不是 他都是没正形的 你知道吗 是胡来的 我是觉得啊 有的是故意的 有的未必是 就是说你刚好 契合到社会的阳点 我就觉得像那个 洪荒之力 那个东西 有可能就没有炒作过 然后他突然说出来 然后就爆棚了啊 人家就觉得 很喜欢他那个表情包 另外一些东西呢 有可能是被放大了 就是说 你比如说 马云收购了那个 百胜中国的部分股权 对 那么他肯定要宣传他的支付宝 因为对他来说 将来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 其实他背后是个商业模式 他既然收购了百胜中国 跟胡祖六一起 春华 资本一起收购 那他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他要套现的 第一件事情是百胜中国必须上市 不管是在香港上市 还在内地上市 还在美国上市 最好是在内地跟香港 因为他套钱套得多 他的估值比较高 他一定要为 未来一年之后做普典 让大家知道都有这么回事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 他一定要宣传 他的蚂蚁金服 跟他的这个支付宝的东西 因为支付宝对于 现在的这个整个阿里集团来说 是重中之重 金融化的重中之重 他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块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 结果我们给他做了 一百个亿的广告 还有比这更值钱的吗 我觉得 怪不得现在中国老板 都喜欢自己当企业的广告代言人了 我发现他们自己说句话 比什么广告都好使 咱们去一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优传疲不得了 sudah是优传病人了 那就是优优独播剧场 对啊 包括我们也在给他们做广告 我们只要多说一遍 就给他们多说 做了一次广告 所以我说日本人很牛的 你想那个小野二郎 寿司店的事情 你说励志故事 你只要多说一遍 就给他做一次神话宣传 多说一遍 就做一次神话宣传 所以我们得注明 这是广告 你当不得真 没错 没事 这是广告 当不得真 但你也不能说当不得真 他说的也是真的 你最多只能写 这是广告 这是广告 我就觉得就是 我们这个节目 你如何能够不被这个东西绑架 似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你就看到 这个世界上金元中心的 这个就人们对财富的这种 首富讲一句话 得到全国人民的传播 全国媒体的集中的讨论 这个现象是好吗 而且他们已经不在 五星红旗的 那个四个小星上面了 过去你看 你去看就变化 过去是 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诗词 全国人民给他做广告 现在不需放屁 现在不来这个了 现在是大老板 金主就说这种首富 讲一句话 全国无数媒体给他copy做广告 所以你说说看了 我昨天从机场过来 我看到那个格力的 然后那一段话我一听就是 董民族女士自己说的话 他就都不用人家做广告的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乐视 你看他每次一出来演讲 那就是 乐视就是那个电视的 对 电视现在还要坐车的那个东西 那他 你看他 他现在 而且他有套路的 就是每个人说都有个套路 马云挺励志的 乐视是跟苹果绑定 老时候苹果现在 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然后到处都是 第二天就铺天盖地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社会 真的很有意思 我做个反广告 香港啊 这个今年很奇怪 US Open 美国公开赛 几个主流的台都不转播 那我就急了 就网上一查 查了那时候 乐视是有买 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那个天 他态度挺好 要我去到店里去买一个盒子 我就买了个盒子 买了个盒子呢 又加了价钱 很复杂地装上去以后呢 他说那张卡也过期了 过期了以后呢 我再要付钱 那我又打电话 再付钱 什么都弄好了以后 看球了吧 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 只有广东话的解说 第二 那个球打过去啊 是抖的 噔噔噔噔噔 噢 所以我全浪费 这乐视 我不知道这是个别现象还怎么样 就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 至少他们在香港的服务 很不到位 这个金钱绝对是万能 你不要说我们 就是看两个东西 第一是我们大家都在 街头巷尾 有水警处就说马云 现在是 对对对 就是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我们最 最说什么 第二个是 不敢说什么 有两个东西我们不敢说 第一 政治我们不敢说 第二个 这些大佬的某些东西 我们也不会说 对 你就知道现在的最大的力量 你不敢说我们说 我觉得香港 李嘉诚的企业 现在服务也都是普遍下降 大老板啊 最大的问题是 你要是没有政治家 没有法规来限制他们啊 他们一定会无限的 最大的利润化 最大利润化 就是压迫老百姓的需求 这个是 这是势必的 但是你就没得选择 你比如说 像现在这个 这一次的奥运会 美国也是这样啊 一个频道买下来 他就转播 美国老百姓喜闻乐见 你要看点中国运动员的 或者看点女排 你看得到吗 美国更不要讲了 还不是什么老百姓喜闻乐见 他老百姓喜闻乐见 他都不播 他连奥运会的开幕式啊 他都不实况播 他要放到他晚上的黄金时段来播 可以加广告 搞得美国老百姓都抱怨 你这个开幕式这么重要的事情 人家已经开完了 你这里还不播 中间加很多的广告 那美国是 那美国资本主义的坏榜样啊 当然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的马云比美国好多了 都是美国惹出来 你比如说 中国农民知道什么瘦肉精 中国科学家知道什么瘦肉精 美国学会来的 然后我们知道什么育种那些东西 美国出草剂 美国学会来的 连拉登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 ISRS也是他们弄出来的 没错 这国家没干什么好事 所以还给他铺红地毯 想的美 广告之后见 我们还是有骂美国的自由的 对吧 要批评 你看我们胆子多大 美国总统都干嘛 没错 就是的确很多东西是从他那传过来的 对 你比如说今天要说我这个想法 按说是有点老古董了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太没劲了 你明白吗 就是今天人们关心的 因为你也不能不承认 钱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 所以为什么全聊钱呢 为什么全聊首富的话 首富一句话就给捧到天上去呢 就是因为人们就能听懂钱 可是我刚才你说 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 对吧 打井的地方 天天地头 人们都在说着柳三遍 就柳勇的词 对吗 就是 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 很奇怪 我们就全是前程了这个共通的一个话题 似乎除了聊这个 别人 除了聊这个 别的都是分圈子的 我说的你听不懂 你说的他听不懂 文涛 我必须把你给拉回到地面上来 现实中来 当时聊柳三遍了 跟我们现在聊八卦 唱流行歌曲 没多大的缺 也是 也是 他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词 对 弹八卦 他的那些个八卦 当时人最感兴趣 对不对 所以才会 人性 大概我估计都是这样子 我当时回过头来 我觉得 任何一个时代 大概都会对钱感兴趣 但是在中国 四农工商里头 现在大概是唯一一个 就是可以大张旗鼓谈的时候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 就是到平遥去 他晚上啊 有一个他们的节目 就是你作为游客 经常要去看 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走西口 做生意 然后多苦啊 然后跟自己的情人分开啊 讲这样的东西 这个都没事 他中间穿插了一段 地主婆压迫他 两个东西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 第一 以前的那个东西还在 地主婆怎么压迫他 那些东西还在 第二 他把 他有一段舞蹈是 做生意 然后是打算盘 居然弄得非常这个美轮美奂 就是说做生意 打算盘 可以在舞蹈上表现出这个样子 说明中国人现在对于那个东西的崇拜 无以复加 所以他是把两个文化结合在一起 我当时有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看的时候 这两种东西居然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大张旗鼓的弹钱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 毫无羞涩 毫无愧涩 大张旗鼓 但是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报道 有没有一些 或者文学作品 来写这些 大款 大亨的 辛苦的东西呢 因为我们都可以 常人都可以想象 就马云也好 王健林也好 他们做生意要应付多少关系 要打点 上上下下怎么打点 要有很多东西 他们要违反自己的原则 甚至是很多要做违心的事情 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同情他们 报道他们 叙述出来 因为我相信都是有的 都是凡人嘛 对不对 你以为他们就为所欲为吗 肯定不是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片子 他里边说 他应聘了二十几个工作 二十五个工作 二十四个都没成功 可见马云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这张脸 受过多少苦 对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那是讲他以前了 我是讲他现在了 现在同样也是如此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从各行各业的苦比起来 现在他的苦已经不叫苦 这就像我们说 明星多苦多苦 但你跟普通老百姓相比 已经完全不可同 我不这么看 甚至是在坐在台上 非常高位置的那些人 你看看他们皱的眉头 他们的苦是 我不觉得 就是说老百姓就是最苦 位置高的人就不苦 你听了这个话 马云可以抱着你哭了 他自己经常这么说 他就是说 这个挣一个亿 当你挣到一个亿的时候 一百个亿就没有区别了 对吧 生活上没有区别了 当然马云说 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一个月 挣两三万块钱 周末小夫妻到杭州郊区玩一玩 我现在只想过那样的生活 你说 哎呀我的天 这就像 偷死他吧 你觉得吧 你觉得吧 这个王健林 我觉得一个小目标 挣他一个亿 对 我跟你说 就打赌好做地主 对 人家说小目标 前面有一句前台词的 人家前面一句说 现在年轻人 要办全球的大公司 我就劝他 不如定个小目标 不是 其他我们家私从的小目标 徐老师 我跟你讲 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呢 这不是励志的 中国人是玩笑的 是对自己的这个上升啊 毫不希望的 就毫无希望 绝望了 我永远也当不了王健林 更甭想当王自聪 我绝望了 我不是说向他学习 而是我听他说这个话呀 我当个笑话 说说得了 自我解嘲 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这叫陌生化 他效果很好 因为小目标 跟一个亿 他本身产生了一个细节 你不知道现在聊的 现在聊的重要话题是什么呢 领导人都讲了 阶层的固化 导致了社会的绝望 对 完全没有希望了 什么你想当王健林 立什么志啊 美国人可以想当比尔盖茨 可以想当什么扎格伯格 你想当王健林 你只有斗死他 哈哈哈 就推翻他 看游戏 分他的小老 不是 所以你知道当年的这个土改 多么得农民 某些农民的心呢 哦 我觉得问题挺大的 现在啊 你想想看 你你最近网上啊 有一个刷屏的 就想讲一个意大利的富豪 五十多岁了 锻炼的浑身是几种 他说年轻小伙子 要小心了 女孩子都被这样的人 抢过去了 你想想很可怕啊 真的是 也就是说 这些人什么都有了 这年轻的小伙子 只有买块豆腐去撞死了 没错 我也能理解 现在一些90后的小伙子 也是跟我说 跟你们大叔抢去了 对吧 就是自己在学校里的女朋友 一毕业都给大叔抢去了 大叔开着宝马来的 而且还都到北京了 所以我写了个微博 结果下面反响出奇的热力 我说啊 我国内那个各个城市去 我说 好看女孩子都在北京 路边啊 你看到平均水准比较高 结果有社会学家叫孙立平 他就转了一下 他说 对 他说我没敢说 他说确实是的 他说你看啊 北京最好看 然后呢 他说坐飞机 头等舱的 比做经济舱的好看 坐飞机的 比做火车的好看 火车里边 我估计商务舱的 比做普通舱的要好看 然后最难看的 就是那种坐大巴的 做那个 那你敢说吗 其实他背后反映了 一个阶层分层的问题 而且问题是 我们经常说的 即便是坐在头等舱的人 你也没有头等舱的高贵 你的那个表现 拿着个手机 哎 我是谁谁谁谁 经常碰到这样的人 我最近偶然有机会 做了这个 就跨洋的这个商务舱 有了融资就 哇 真的 但是呢 我的跟我的 以前的想象很不一样 以前我偶然也做过 前面主要是男性为主 中年以上的男性西装 就是想象 别是你 就是这样的人为主 现在不同了 小美女是吗 不是小美女 现在上面是 一家一家的 啊 就是说四五六个人 就是就是商务舱啊 而且穿的还真是 很乡土本色的 像家里还有小孩 拖着一和一和 就是说一点 基本的进社会的 训练都还没有呢 但已经全部进了商务舱 这是真的上了地主的牙床 对吧 四个脚上田的农民 一代创业 他都看不起农民 牙床 基本上 我在那个有一个 英国航空公司的 商务舱的后机室 看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中东人跟中国人 就是两宗 而且啊 这个中国人 基本上现在 都是拖家带口 拖家带口 这是有钱 对 就是暑假 寒假 有的小孩非常小 然后读个大学 他就在那儿 做商务舱 就是十几岁 他根本就是 就是一路在跑 他闹什么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就在这个舱里闹 关键问题是 中国人真的是 富裕起来了 对 真的是富裕起来了 我说孩子不知道 没关系 关键是他父母也不知道 他也不会去跟孩子 说一说 不要什么 我讲这些没啥对错 我只是讲一个 社会的变化 这个世界的变化 我去外国 我现在发现 外国人真的是 就震撼了 都知道你们有钱 你知道吗 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有钱 以前有美女 要准备上升的时候 其中一个台阶 就是买头等舱 要买了头等舱 进去一个人坐 对不对 现在他要买进去 一定失望 他做啥 有大叔 大叔全球跟着你有啥事 大叔 一会儿就来叫你阿姨 将来得再发明一个特等舱 头等舱前头 大叔直接跟飞行员坐一块 来吧 谢谢这些女的 谢谢大家